历届春晚人们印象最深 甚至真情喜欢的作品 可能是最后一首难忘经销 此刻一唱春晚即将结束 工作人员终于可以回家 和亲人一起吃饺子 观众也可以洗洗睡了 难忘经销之前的节目 之所以会那样尴尬 很大一个原因 是因为台前台后的工作人员 都不想再除夕加班 真爱和勉强做出来的事情 还感觉不出来吗 有的干部真的是感觉不出来 比如友赞的CEO 在年会时宣布 要在公司里执行996工作制 一种朝九晚九 一周上班六天的工作安排 我听到这个消息 开始还有点激动 因为这是一次难得的 活人社会经济实验 把以前早已证明的错误理论 再实验一次 或许这次会不一样 也许员工时期越低 公司效益越高 也许员工越累 公司效益越高 也许工作时间越长 干的活越多 也许员工家庭矛盾越多 工作越出色 也许业务好的员工会被感动 业务不好的员工会被气走 当然 历史上确实有一些经济单位 可以搞996 甚至更符合老板需求的工作关系 靠战俘修金字塔和长城的团队可以 第三帝国集中营里的军工厂也可以 因为他们有用不完的死球可以替代 不过小声说一句 最后他们都被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打败了 如果这仅仅是一场不理系的实验 也就简单了 可是友赞不是在搞破坏性创新 它们不过是尾随其他所谓行业大佬的示范作用 网上一搜 腾讯阿里百度华为 这些行业带头人早就带头开道车 开始搞996工作制 亚当斯密在国父论里早就说过 几个行业大佬在一起喝酒 很快就会开始同谋如何垄断市场 就业市场也是这样 这些公司正在试图正常化的996工作制 就是希望扭转八小时工作制 每周双修这些社会进步的里程碑 这是所有工薪阶层都应该站出来反对的事情 是为了自己的生活 也是为了自己的事业不要成为一场春晚